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半年 到底从B站得到了什么样的纪念品 其实从B站一共得到了大概有三套的奖品吧 有两个是参加活动的 还有一个是成就 严格上来讲这个不是我得到的纪念品 这个是梁飞凡自己赠来的 在独奶大赛里面预测得到的纪念品 让梁飞凡拍预测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他好好正确预测 胜率者的 没想到他变成了灯塔 第一个是一个熊猫小店式的迷你挂件 哦是这样的一个小包的一个形状 一般用来挂在什么地方 好呢挂在包上 挂在胸口 挂在这里等会儿 是不是有点招摇 既然是梁飞凡的纪念品的话 我尝试下次让他挂在他的脖子上 以利爱丽丝蓝色的毛巾 然后我们要打开 是一个这种是属于应援毛巾吗 去打call的时候挥舞毛巾的这种毛巾吗 上面应该是有小店是号2233娘的 那这个应援毛巾的话 这个可以怎么用啊 可以用来扎在头上吗 扎在头巾吗 那我试试 大概是这样吗 好你等会我会去好好加的 戴上应援毛巾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开第二个纪念品 那这一套是在3月到4月的时候 参加了B站的 櫻花櫻花想见你活动 那么在那个活动里面 非常幸运的得到了第二名 做了一个和果子的视频 他就得到了这样一套装备吧 那这个上面写的 就是有櫻花羽织 短袖和扇子 羽织应该就是整一个 就是披在外面像浴袍那样的衣服吧 上面有就是2233娘啊 然后有櫻花的图案啊等等 另外这一包呢是一个T恤 和一个扇子 那是一个淡蓝色的T恤啊 在这里 这应该是B站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吧 这个还挺可爱的 蓝色的 然后23娘 B站啊 这个领口这里呢 还有两个表情 樱花羽织的特质 上次这样 这边是长头发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双马尾 两边是不一样的 那我来试一下 看看这套装备呢 穿上去之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挺好看的这件衣服 莫名的跟我还挺搭配的 而这个图巾跟这个衣服真的是 绝配 好 我们把那个 刚才没有穿的那个羽织呢 也拆下来试试看 哇 哦 让我正坐一下 好让我自旋转一周 我这么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那这个扇子好像是要插在哪里的 有没有 口袋可以插到 没有 没有就这样吧 这套不错 还挺适合我的 我早就应该把它拆出来 拆出来完了 扇子插在这里 拆这里会不会有点 这里会好一点 那穿完这身装备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解开第三个 我们B站得到的纪念品 是这个 等等 我那个扇子掉下去了 不行 果然还是不能把扇子放来了 好难 对不起 搞了很久 怎么抽不出来 是不是底部被粘住了 来吧 出来了 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奖牌 B站给所有 达到了10万粉丝的up主呢 发了一个奖符 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 这个盒子还包装的挺好的吗 里面是有一张表扬信 写着干杯 10万粉丝成就达成 下面是董事长兼CEO的签名 非常的开心跟激动的 因为自从毕业之后已经很少有收到过奖状了 在这个淡淡的人生里面又得到了一点点的激励 非常的开心 这个是一个白银小电视吧 听说百万的是一个黄金的 希望能够早日拿到百万吧 想象一下 非常感谢B站给予我这种从零开始的up主的很多的支持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看视频的 你就各位台生也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呢 就是走不到这一点的 但今天来看的就是我的粉丝量和播放量可能也就那样吧 但是换个角度想 就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的画 你的作品 你的想法能够被这么多人看见 能够有这么多人一起来跟你讨论 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这样自豪的事情 我会继续努力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再做一期黄金小电视的视频吧 那今天的开箱呢 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